淡海轻轨捷运 从红树林捷运站延伸到淡海新市镇的淡海轻轨第一期绿三线 与南海线B06站到渔轮码头B08的路段 总长约9.5公里 沿线设置7个平面站以及7个高架站 新建经费115亿元 而新北市捷运局表示 目前工程符合进度之外 在去年投票选出来的轻轨电车造型也已经出炉 而这辆新屋者号也将会在今年11月 运底淡水进行组装 现在的电链车那个是新屋者号的状况的形象 那它类似一个白色底 然后青色大概淡蓝色的一个水波纹的样式 那这个在我们网站上都有它的外观 以及内装的照片 那依照这个外观跟内装的照片 我们在11月会运底淡水地区 那这时候会来进行后续的相关电链车的测试 所以在107年底 希望很快的能够来通车使用 淡海轻轨从最初的三个款式车厢外形 提供网友与淡水居民票选 最后这一款水蓝色车头尖锐 强调速度感的行屋者号胜出 列车内装将规划水蓝色系维基地 融合淡水的蓝天蓝海异象 成为另类的都市特色景观 捷运局表示目前在淡海轻轨工程的部分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蹲注与轨道都在铺设当中 也希望能够在107年前如期完工 我相信在淡水地区的相信应该可以看得到 我们也很努力的在施工当中 在淡京路上高架段很多吨数都出来了 包括我们平面段在沙伦路 滨海路 这个轨道的部分也经常在施工 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年的11月 电链车能够运抵工地 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 淡海轻轨车厢配合淡水地区的气候 与地理量身打造采用欧洲零件 全车在台湾组装是国内第一条 国车国造的轻轨运输系统 最高时速每小时70公里 每一辆列车有三节车厢 可以载运265人 而捷运局也说依照目前的进度 渴望能够在107年底前完工 记者是段一带水采访不到